列位 欢迎来到赵李都市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中国唐代和明代是两个大一统王朝 理论上讲 从唐代以后 唐宋元明清 宋朝很多人说他不算大一统的 只剩下唐代明代两个汉人王朝 而这两个王朝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两个王朝严格意义上讲的第二代君主都是明君 而恰恰还都是不正常手段上来的 唐代的第二代君主唐太宗 李世民 咱们清楚啊 玄武门之变上来的 明朝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代君主 建文帝被废掉了吗 不能算吗 明成祖朱棣也是叛乱 静难之意上来的 而且啊 太宗和成祖两位皇帝 在后世看来还都是治理得很不错的 还都是颇有正生的君主 可是毕竟他俩是叛乱上来的 所以啊 这两个人我们是可以比较比较的 经常有人说啊 其实李世民比朱棣残忍得多 为什么这么说 玄武门之变中 李世民是亲手弯弓搭剑 射死了他大哥李建成啊 而且把齐王李元吉杀了之后 李世民没有停啊 马上把太子和齐王的十个儿子全部杀死了 大家可以想象吗 当李世民的人马来到李元的面前 跟他说 皇上 太子和齐王造反已经被秦王诛杀了 您的大儿和三儿已经被二儿给杀了 而且您的十个孙子啊 也被秦王一举铲除了 这个李元再铁石心肠也承受不了吧 何况李元当时面对的情景是没有人身自由的 不是说他听说哎呀 太子个儿屁了 我干脆把皇帝传给老二吧 是老二的人马挟持住他了 你不传也得传啊 而相对而言呢 朱棣静难之一 没有找到建文帝 这也给朱棣留了一个保存颜面的机会 因为说实话他真找到了建文帝 杀还是不杀 而且建文帝是不知所踪了 建文帝有个小儿子 对这个小儿子 朱棣没有把他杀死 只是把他养于身宫之中 这个人后来一直活到五六十岁 所以有人就说 这个李世民啊 是不是有这个胡人血统 所以啊 对杀人这个事根本不在乎 他的十个诊全让他给杀了 我跟大家讲 这多少也跟李世民和朱棣所处的政治环境啊 不太一样 大家想 玄武门之间 仓促之间 李世民是敢把太子和齐王杀掉的 可是他终究没有胆量 直接把李渊也杀了吧 而如果给李渊留了喘息之急 太子和齐王可是有十个儿子的 这十个儿子随便挑出来一个立为新君 就可以威胁到他的帝王 也就是说 在有老皇上存在的时候 李世民的位子恐怕不会很稳当 人家真搞出个一代照 给天下来个喘喜而定 另立新君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而朱棣面临的形势不太一样 朱棣的静难之意 是打了很长时间的 从北方打到南方 整个天下是他打下来的 不是说玄武门之变 一场政变而已 更关键的是 朱棣打的是静难之意的旗号 什么叫静难 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坏人了 我作为忠臣 我要过来清君策呀 我要过来把坏人抓起来了 我不是来反皇帝的 而建文帝的失踪呢 就给了他一个绝好的机会 我过来刷坏人 没想到皇帝害怕 皇帝跑了 那怎么整 我也是太祖皇帝的儿子 所以我没有办法呀 那我就勉为其难 我当皇帝得了 既然他是这么样冠冕堂皇的 当上皇帝的 那自然不能对建文帝的儿子下手 同时啊 建文帝也就那么一个儿子 就即便对这一个儿子 他也是长期的所欲深宫之中 根本不让建外人 后来人都说呀 建文帝这个儿子 一辈子被囚禁在深宫之中 其实跟植物人也没啥区别了 换句话讲 杀与不杀 不是当政者的残忍与不残忍 只是他们对于刑事的判断而已 所以我又不由得 想起不知道哪位人的一句话 谁让你倒霉 生在帝王家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